苏澳镇的观光资源丰富 吸引南方澳旅外企业家郑同春 回乡投资8亿 新建全国连锁的烟坡饭店 目前正积极施工中 饭店也规划216间房间 预计明年底开幕 南方澳旅外的企业家郑同春 回乡投资8亿 在冷泉附近新建全国连锁的烟坡饭店 目前正新建一层楼的楼层 整栋饭店将新建地下两层 地上12层的建筑物 规划有216间的房间 且设有宴会厅、喜宴厅、会议厅 以及游泳池等等 总楼地板的面积为5000多坪 预计在明年底开幕 我们首顶在南方澳旅出生的 正统村总裁当村长 他是旅外企业家 四位有存 为了我们首顶观光需要 回馈的地方 在我们首顶首南立这个地方 建一间五千坪的 宴铺大饭店 这个宴铺大饭店 它的这个 这个桂木 是我们地下 二层就是 第四楼有两楼 每一楼面積有800平 所以说第四楼的两楼就有1,600平 那么第二楼 总共有12楼 每一楼的面積有270平 所以说到12楼是总的 这个面積有5千多平 那么总桌子 每一楼是新台幅8亿多万 如果来这些设备 可以说这个 可以说非常的这个 这个 这些 有这个 宴会厅 书澳三海景色修立 观光资源丰富 吸引观光饭店来进驻 除了促进地方的观光繁荣之外 也为地方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可以提供给我们锁顶 观光需要也好 这个参与的需要也好 很多油漆来锁顶目准了 有时候会拜托我订这个房间 都订不过 所以说 这些都照着 路灯异兰起来大 所以说这间 大饭店 或面女帝 如果都完全开幕时 会提供给我们 这个全国 尤其是外国的外面 可以充分来利用这个主案 我们锁顶来锁顶 属于住行 都可以充分来供应 宜兰新闻记者是市民 采访报道